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意零零 灵意零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一个极权政府来说 对一个极权政府来说 香港人 你是落井下石 你用你的政见来落井下石 那你明明知道这些人 不是非法入境内地的 你明明知道这些人 他们所犯的罪 就是因为抗争 是政治运动的抗争 只不过现在你是政府 你有权 你就当这些人犯法 等于当年毛泽东 你什么在湖南杀那么多地主 国民党当然是杀人兇兽 他成功之后他就是英雄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中国就是这样 成王败寇 成功他就革命 起义 一样是杀人如马 你在湖南杀多少人 接着就批评国民党 在上海杀很多共产党人 杀很多无辜 杀很多学生 你什么不说你先杀人 最早谁搞武装暴动 你告诉我 是你共产党 你可以杀那些地主 有些不是地主 你都要杀 那是不是事实 这个 我说这个 驴鹅容共 我都说过 杀得少 心狠手辣 到头来 你像蔣介石一样 以牙还牙 在上海充弓工人斗策队的武器 清党 清党就是杀人 不就是这样 这些是中国历史的宿命 其兴也勃然 其忘也忽然 每一个朝代 就是用血来换成 即是一个新的朝代 全部都是要杀人的 那现在不应该这样 你当这些老百姓是什么 当人民是什么 老实说 你香港政府 你当这十二个人是什么 即是共产党 帮你解决问题 切了它 去了台湾 台湾 即是 可以在那里居留 可以庇护他 你就觉得无变 共产党捉住这个人 十二个人去租资 你就觉得很有非事 这个就是你林郑月娥 就是这样 包括你 湯家驊 原来一样是这样的 那现在 要别人美国国务卿 多事地出来说话 你不要管他什么目的 他就是急 以他的身份 美国政府 大哥 美国的国务卿 在上个星期五 发表声明 美国深切关注 在中国广东省被关押的 十二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认为他们被拒绝和律师接触 中国地方当局也被提供 有关他们的情况 或者针对他们的指控的讯息 有啦 非法入境 蓬佩奥质疑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 并呼吁当局 确保正当程序 那人们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他没有叫你交人 他也没有权叫你交人 他是代表美国政府 发表这样的声明 就是我们关注这件事 英文他叫Concern Deeply concern 就这么简单 那你就听到你Deeply concern 就说我七事人 但是你又要回应他 是呀 是呀 你问你这个华春莹 春莹是回应他 春莹是怎么回应他 春莹是怎么回应他呢 是不是有回应 seriously 第一句seriously 接着fact check 怎么回应他有没有回应 他说这片来看 春莹叫春 12个港人上个月涉嫌潜逃台湾 在内地水域被广东海警接獲 扣押超过20日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通报 他们涉嫌偷越国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征办中 公安机关会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法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说春莹就在通报前 在twitter回应美国国务院说被捕的12个港人 是民主活动人士的说法 反驳说他们是涉及非法海上月警被捕 又说他们企图将香港由中国分裂出去 看回这12个人本身在香港涉及的案件 除了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軒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勾建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捕 一个女人涉及年初上水炸弹案 和违反国安法被警方通緝 其余10个人都是在反修例事件被控暴动 伤人、中火和製造爆炸品等罪名 协助被捕港人家属的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说 外交部的说法是为案件作政治定性 预计到未来要去争取基本的权益 保障他们的道路是很漫长的 无论帽子扣到多大都好 家属现在他认为最迫切的就是要确定他们的安危 给到家属委托的律师去见面 家属委托的其中一个内地律师劳斯韦就认为 案件不应该上升到国安层次 他说还未见到当事人会考虑投诉或者控告盐田看守所 这十二个人是企图将中国分裂出去的 这个真是荒谬到极 你这头又说他要偷越国境 他要分裂中国然后他要偷越国境 非法入境去分裂国土 还有你说他分裂国土是违反港版国安法 不是违反中国国安法 是不是香港去处理这件事 你现在既然说他偷越国境 我们的说法就是非法入境中国 他不是合法的途径 不是拿着胡香正进去的 他坐快艇 然后目的地就是中国 然后接着他的罪行就是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 他就跑去大陆 这真的很有趣 那他们是什么 这班是什么人 这班很明显就是反政府的人 在香港 那你现在扣他分裂祖国罪 那你不会用中国国安法 因为他们是香港人 对不对 那他又不是在你中国境内去分裂国土 对不对 他如果在中国境内宣扬 或者有行动 就是搞香港独立 那他在中国境内做这件事 那你就顺利成章抓他 都可能送回香港 对不对 不知道 或者你告他违反国安法 中国国安法 就不是港版国安法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些 我也觉得是废话 你想想像是一个强盗政权 在那里讲法治 讲我们认识的法律 是什么 那就没趣 那现在最不幸的是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政长官 喂 他是放弃了香港原有的那种普通法 精神为基础的法治 然后他讲大陆那种法治 嘛 最拿命是这样的嘛 就是 97年到现在 香港人有些人 喂 仍然在这里 继续发展 安身立命的原因 就是 喂 起码我们的法律制度 和大陆是不同的嘛 现在是 那如果不是 你就不会有港区国安法 就纯粹将中国的国安法 就适用了香港 就可以了 用什么为香港 立一套港版的国安法呢 那虽然 都是一样 因为是你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是吧 基本上就是一样 但是至少形式上 那个都叫做港区国安法 你不是用大陆那套国安法 是吧 对我来说 王毓民来说 我就觉得没有分别的 因为你是共产党制定的 是吧 只不过是有一些 很厉害的泛民主派 就以为 这个叫做港版国安法 那个叫做中国国安法 所以呢 这个叫做香港立法会 那么 即使是 中共人大常委 是吧 认为我们可以留任的 那就是香港立法会 那我就留任了 那么他不说 权力来源是怎么来的 权力的来源就是 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人大常委会 作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 就是为了解决 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无端端端将选举完后一年 是吧 令到立法机关出现真空 他要填补这个真空 于是人大就作了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呢 就是 几个最重要的字眼就是 就是继续留任至少一年 然后你民主派就说 这个是延任一年 我原本你选过出来的 现在延任多一年 那我那个授权呢 仍然可以延多一年 这样讲话都可以 是吧 这样讲话都不算离谱 黄碧云 又出丑 他出丑就是肯定的 是吧 他最多就是做了一年 如果真的做了一年 他出丑就是肯定的 而那个出丑的背后 突显了这个民主派 你能不能和共产党 所卵逆的建制派 无本质上的不同 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